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距离NCW新赛季开季还有17天 各支D1强队以及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天赋爆炸的杜克大学 也刚刚在主场举行了大型的预热活动 并隆重介绍了新赛季的阵容 包括几位明年的选秀热门 而效力于Overtime Elite的 Thompson兄弟中的Aman Thompson 也在昨天OTE的节目战中 搅出了上架表现 至于已经锁定2023状元秀的 法国蜘蛛人Victor Wambiyama 则在罚甲联赛继续展现着统治力 Aman在今日率领大都会92队 以113比88战胜巴莱斯队的比赛中 全场石头7中 三分球三头2中 罚球三罚1中 高效地砍下了17分 7篮板6助攻5分干的全能数据 出场时间27分中为全队最高 法柱在比赛中连续投着后撤步3分 他的出手点极高并略带后仰 对手只能忘球心探 而当防守拳贴防时 他又可以靠着娴熟的控球技术 和超大的步伐 运球三步就从三分线外 杀入篮下 将球送进篮筐 更在比赛中展现出了 优秀的传球功力和视野 相比起上赛季的阿斯维尔队 Wambiyama本赛季打得更加游刃有余 进步明显 不仅如此 这位身高7尺4寸224公分 臂展8尺244公分的球员 防守面积覆盖整个半场 靠着过人的身材 疑速和敏捷度 可以瞬间扑到外线去干扰对手投篮 也可以从外线跟防对手到内线 并送上遮天避孕的封盖 常常会让人惊叹 斑马到底是从哪里突然窜出来的 除法珠之外 今年NBA第二轮58岁未新秀 上赛季效力于澳洲联赛的后卫 Hugo Besson 今天也有11投7中 3分球6投3中 罚球3罚3中 拿到20分两篮板的表现 在他们的帮助下 大度会92赛后取得4连胜 现在以4胜1副战绩 还在法甲联赛 积分榜第二名 至于唯一有可能对法珠 造成威胁的点燃队球员 黑马王子Scoot Henderson 他因为在和法珠的二番战中受伤 现在还在每日观察名单中 但他应该不会缺席 点燃队11月4号的级联盟手战 Scoot Henderson最近接受采访 被问到他和法珠的不同时 黑马这样说 我是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类型 好生心极强 非常有竞争力 同时我还觉得我是天生的领袖 可以率领球队前进并取胜 这就是我和斑马的区别 看来如果想要在选修大年冲击状元 基本的自信心和狂妄度还是要有的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